心里有个梦想 慢慢的膨胀 有蓝色海洋青泉飞扬 年少总爱耍痴狂 你像北京涌窗 城市不同于家 飞起了新郎 脚牙踩着成长 未来在手上 有朋友兄弟姐妹修 牵手人情相拥抱 笑在爱前游 不管你瘦不瘦 抬起你的头 勇敢追求 有困难尽管开口 当我们追逐梦想实现 愿望爱情至少 把勇气幸运洒在你身上 快乐信仰 无限想象 有情的力量让前方闪了 让我们张开时光一路 提供充足希望 闯着想象 眼睛也不怕失去了 方向的双声 抛弃万丈 用梦就去追火得漂亮 本集团成立以来遭遇最大的危机 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下去 你说的是香蟹集团 菲米娜还是助理出版人啊 助理出版人来了吗 要不是因为你事情能变这样 上班时间大家都不在自己位子上 开编辑会议了快点妈去给我报告 好的 不好意思各位我迟到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谢谢你昨天等了我一晚上啊 也谢谢你的真道跟梅子 天哪都进展到这个地步了 开会了走吧 就是赶紧走吧 对不起啊 陈经理 很抱歉因为我们的原因给您造成困扰了 事情是 您要撤广告 不 陈经理您听我跟你解释啊 喂 喂 陈经理 喂 怎么挂了 不稀奇 我今早被挂了好几通电话 说说我们公司的新闻影响了他们的品牌形象 助理出版人不出来道歉 问题解决不了 别怪我隔岸管火啊 看谢非凡出巧了 我倒有些被逗乐了 谁让他气焰太高 无用名训呢 树大遭风呢 这下 把谢非凡从接班人的位子拉下 简直一如反掌 文森 你说是吧 这件事不仅是谢非凡一个人的糗事 也是我们香榭集团的危机 你们身为股东男的不担心吗 我很担心这件事一旦发酵扩大会失控 不管是广告商合作伙伴 还是渠道商和销售各个方面 对我们整个香榭集团都是一种伤害 到时候你们肯定是笑不出来 稍早渠道商给我打过电话了 这则新闻在市场上 已经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误解了 那你说 这怎么处理 不线走 一定的重渠道商 那也将会肯定是挺干净的 肯定是挺 camera的 那把老婆的肯定是挺好的 你不知道我只是肯定是挺多的 真的一个人 不要承受 但我可以肯定是不肯定的 好 你肯定的是我肯定是肯定的 我肯定的肯定是 你肯定是肯定的 你肯定是肯定的 你肯定的肯定是 你肯定的肯定是吗 你肯定是你肯定是肯定儿的 我是秦朗 進來 林總 您找我有什麼事情 你知道秦天在哪兒嗎 我剛才去她工作室也沒有找到她 她到底在哪兒呢 來吧 不好了不好了 大師不好了 這怎麼回事 車道商退回來的 每一夜的菲米娜 全是我们绞尽脑汁企划 写稿 编辑 拍摄 校对 熬了多少夜 吃了多少苦 努力地新鲜 助理出版人 其实你们有必要陪我一起 去拜访客户的 早就约好了 就按照原计划进行吧 好 你再把Q的资料 跟我介绍一下 好 Q是国内著名的设计师 早在设计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崭露头角了 毕业之后 他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还有服装公司 和我们菲米娜 一直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对了 就是他的个人资料 你再看一下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星期之前 Q突然打了电话 说终止和我们菲米娜的 所有合作 一个星期之前 是 那也就是在我的 新闻风波之前了 应该跟那件事情 没有什么关系吧 Q老师 他们是菲米娜杂志的 管治大 我是菲米娜的助理出版人 谢非凡 这是我的名片 你们回去吧 这是没得商量 如果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那请您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去改进 如果不是我们的问题 那也请您把话说清楚 很多话不用说得很清楚 你们回去 我要做事了 克老师 这事啊 怎么说都是下红果的不对 本来嘛 事情还没那么明显 他在旁边一提醒 全都知道谢非凡看不清楚话稿 是在被发言呢 而且呀 媒体还趁机炒作了一把 我跟你说 这事要是放在我身上 我肯定就在家布出来了 他倒好 还敢来上班 真行 你看下红果跟没事人似的 分明明有半点责任心嘛 还说要努力警卫配得向非凡的人 你 你 想过 没搞砸了 你又没觉得这个Q怪怪的 哪里怪 说不出来 你说才华的人不都怪了 喂 宁静渠道商 好 晚点我过来 来 睡吧 好 顺强 我有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 来 我们坐一会儿 来 我的妻子小陈 跟秦天是高中同学 秦天之所以喜欢音乐 就是受了小陈的影响 他为了吸引小陈的注意 苦练吉他 秦天从小就是个 不善表达的孩子 他不懂得 把心里的话说明白 他一直默默地 爱着小陈 一会儿小陈就会了解他的心思 一句 他就是这么个古怪执拗的人 而小陈的个性 与他恰恰相反 他热情 活泼 活泼 大方爽朗 他完全没有在意到 秦天情斗初开的心意 而我 也是在跟小陈一起以后 才发现秦天 对他的感情如此之深 不要把他说出来 今天那个情感很丰富 爱与不爱热烈极端 听他的歌就知道了 所以 自从小陈出事以后 他就把我当成了敌人 但我知道 只不能怪他 我们两个之间 有太多的误解了 其实 我们两个是不同父亲所生的 今天很小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已经病逝了 他很依赖父亲 后来 当他的父亲再婚 又把后妈带来的孩子是非己出 你能想象他的愤怒吗 以他的个性 他一定认为他的父亲被抢走了 没错 他那时才七岁 一个不懂得表达爱的孩子 误以为自己的父亲 就要抛弃他了 所以 你这位新哥哥就成了他的剑拔 你怎么办 没错 谢谢你和我说的真心 我想你有权利知道真心 是吗 如果有今天的消息 请告诉我 一定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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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是特意来给各位致歉的 菲米娜出了那么大的事 来 我先干微信啊 来 来 这次各位退回了菲米娜 我们会招担全收 下一期 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准时上家 坐一聊坐一聊 来来来 我想提醒各位 我们是签了合约的 这次你们的行为 算是违约 你开口合同 闭口合同 怎么 你还要告我们呀 啊 谢律师 我就说嘛 一个律师怎么能懂得晶莹杂志 要不是看到你父亲的面子上 早就结束我和乡亲的合作了 哼 自己犯了错 还一副高姿态 你以为全中国的企业 都是你们家开的呀 你说了算哪 走 走走走 那个是吗 走走 这种人没法 走走 他们 开口 去下去 给了个人 开口 开口 去开口 都不寻想 我相信你 对你 如果你要 ا县结合同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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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张设计师Q吗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他的资料 请进 华仔 可以给你借下电脑吗 好啊 稍等啊 你先要用吗 如果要用的话 我安静再借好了 不用不用 马上就好 那去吧 不用了 马上完你 好 谢谢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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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啊 真不错啊 真不错啊 我玩了啊 挺好玩的 谢谢啊 哎呀呀 客气客气 玩好吗 你那个 好就行了 别过 谢谢了 太好了 那咱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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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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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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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都喝酒了 今天就不开车了 都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就在路口 好 那几位我就不远送了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 慢点啊 好 好 多谢 多谢 好 再见 表哥 这次事件可不大的 铁定会影响整个香榭集团 要是这样 难免不会惊动谢雷震 接下来的事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但谢雷震知道 可能已经完了 谢一凡那边有动作吗 有 有 正在努力学习 准备用法律的武器 解决的武器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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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雷震肯定会感到欣慰 嗯 毕竟他儿子的书没有白念 没白读 走 喝一杯去 好 好 喂 爸 嗯 那些资料我都准备好了 嗯 我把菜油漆带过来 好 马上就到 好 拜拜 这是QQ的资料 我已经整理好了 好 谢谢 你帮我换着吗 还有事吗 既然你要出去 我也该回去了 好 那我走了 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通过 才是会珍惜 我们都还没忘记 那首 涅槃的曲 想我呵护你 把彼此诺到唯一 却无全继续 那年的我们 把爱情想得太困难 结局过不了关 太娘 我就不带你走了 我们又在这里陪大家 帮大家加油 打气 可以被打倒哦 要陪着他们一起加油 加油 加油 我会很想你的 你也要想我 我也会很想大家 再见 我会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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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仔细地把合同研究过了 道理都在我们这边 是他们违约在先 所以我有信心可以胜诉 哦 好啊 那我会尽快地去和法务部门联系 跟他们商量一下 有关诉讼的相关细节 嗯 爸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好 我走了 进来 韩国 嗯 韩雪 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忙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星星 看星星 嗯 就像你跟非凡 已经在关心社那样 好的 这文件不是很重要的吗 怎么把水放上去了 这文件没用了 怎么没用 不是要打官司的吗 我刚才不过是给他留着面子 这里边的事他根本就不明白 那些渠道商 个个跟我们合作了几十年 打官司能成吗 我有我解决问题的方式啊 那你可要好好帮帮非凡啊 那当然 我是他父亲 他是我儿子 那日先后座 这是日座 你跟非凡 以前是这样看星星的吗 每个人关心的喜好和角度都不同 有的人喜欢观察特殊形象 比如流星灵 还有的人喜欢天文摄影 还有一种人喜欢记录星象 随着季节的变化规律 我和非凡就属于最后一种人 我拍自己会星象的图 真好可以和非凡一起看星星 你干嘛不让他陪你一起看啊 星星是不是也有很多种颜色啊 当然了 星空的颜色其实比我们平时看到更多 更丰富 在非凡的眼里 星空是怎么样的呢 失去了那么多色彩之后 还会那么美丽吗 红光你怎么了 好 温雪 我真的好羡慕你哦 不但拥有非凡的爱 还有机会去守护自己的爱情 你也可以自己去争取啊 好 怎么回事 发布会上是是我不好 我知道我一直道歉 约于是无补 所以我决定辞职 来表示负责 你是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你这么做是对的 把东西收拾好以后 就走吧 可是 尹琳娜的采访我还没有做完 你做不好事情也是意料中的事 尹琳娜的采访我会跟进的 谢谢大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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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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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走吗 以后我每天帮你带盒饭 别走了好吗 记得常会再看看 我其实没那么讨厌你 红果 你不是被挖角了吧 我真怕他们开给你的价码 比开给我的还要高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开玩笑 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你们 你们真的帮了我很多很多忙 我永远都会记得你们的 莫名我会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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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得你 大白天就在向你喝酒 干嘛 我不用上班 但有权利喝酒 你不用上班 今天放假 放假会来找我聊天 你的非凡呢 其实 我是专失来谢谢你的 谢我 我在这里 你最好的朋友就是你 你不要那麼照顧我 有幫了我很多嗎 可是我卻一直都沒有幫到 你來就是要說這個 有沒有很感動 你好不好意思啊Q老師剛出去了 不確定大概什麼時候能回來 要不您還是先回去吧 沒關係我可以在這兒等了 行那您隨便看看吧 謝謝 不客氣 你不開心啊 我會把不開心的臉上了 妳知道妳像怎麼樣嗎 對啊 我覺得我的鼻子在小的時候 眼睛在大點 喂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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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是謝非凡 你有沒有覺得其實謝非凡 這樣根本就不適合你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 就像你常穿花布 以為花布適合你 但其實你換另外一種衣服 也很漂亮 你一直想著謝非凡 以為你喜歡非凡 但也許其他人更適合你 好看 這一季Q的設計頗受市場好評 正準備發表下一季的創作 看不出來有任何要結束品牌經營 或是轉讓的跡象 為什麼忽然要結束合作關係呢 愛的真相 嗯 這個案子有點意思 幹得很不錯溫雪 總編 其實這是林潔的策劃 人都走了 案子就是公司的 管那誰策劃的 可不可以讓林潔回來一起執行 你想讓她回來嗎 是的 我是覺得 案子要由策劃的人親自來執行 才能把握出精髓 可是工作是她自己放棄的 她那是一時負氣 我是知道的 她很喜歡這份工作 而且總編您也說過 您很看好她 她的表現讓我沒有辦法 繼續看好她 我願意拿我的職位作為賭注 我相信林潔可以好好發揮 做出最好的節目 請總編給她一次機會 以愛的真相第一集作為考核 如果製作OK 林潔就復職 如果不OK 我就走人 就知道我可以做的 可能我如果能做到 他是嘛 找人人 很多人 我心想是 他很準備好 他想是 沒問題 我再說 他會不會讓你 他想不解釋 好 您说设计师的眼睛真的要瞎吗 是啊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瞎 所以啊 这才是最头疼的 要是电关了 您说 我们是不是都要丢工作 怎么会有这种怪病 眼睛会慢慢瞎掉 不知道 好像是种挺罕见的疾病 真可怜 大好前途 年纪轻轻的就给毁了 不过设计师他自己还没有放弃啊 他每天都工作到好啊 眼睛都看不清楚了 还怎么工作啊 他一手拿设计图 一手拿放大镜 这才是让人最佩服的 可迟早会瞎呀 以后这行就干不了了吧 是啊 所以说他现在已经开始善后 陆陆续续结束一些合作关系了 我要把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都记在脑海里 因为这是我和非凡生活过的地方 还有灵结 华仔 省墙 温雪 莎莎 在这里的每一分钟 都会是我心里最美好的回忆 都会是我心里最美好的回忆 小学生 小学生 蔡苗 为你们加油 請欣赏 怎你 ا这就不要 要不要 没有 好 注意 这就能探索 观察 现在 你好 倒車站 紅果呢 紅果呢 她东西怎么都搬走了 她辞职了 本来她能力就不够嘛 现在又捅了那么大的娄子 难道还好意思再干下去 她什么时候走的 早上就走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途暂时无法解锁 不对 她一定是去长途汽车站 不舍心中 那些车盛开过的花朵 留恋雨后刹那间的美丽彩虹 好多话想对你说 我却一而再而三的眼不由衷 她的爱 吃火灵 打萝卜 不要再一直打来了 我不想说再见 如果不说再见的话 说不定 我们就可以再见你啊 我设心中那些曾盛开过的花朵 留恋雨后上那些 的美丽彩虹 好多话想对你说 就在这里专属于你的角落 的角落 就牵着你的手 画出江湖轮廓 我不懂放手 我不舍心中 那些曾盛开过的花朵 留恋雨后上那间 的美丽彩虹 好多话想对你说 如果你愿让我陪你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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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 我帮你拿就好了 放着 没关系 小学生 我要回白话准 回去干嘛 谁欺负你了 没有人欺负我 我只是觉得我不适合待在这里 你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我妈都说你很棒啊 可是我留在这边 就会一直给非凡带来麻烦 你就因为那个非凡就要走了吗 你有想过我吗 还有花载 神强 还有我们的菜鸟卧 还有我们的菜鸟卧发生过的一切 大萝卜 我整人一天都没有哭 都是你一个 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笑着走 我们的菜鸟卧 通过 才是会珍惜 我们都还没忘记 那首 我还恨的曲 像我呵护你 把彼此度到唯一 却无权继续 那年的我们 把爱情想得太困难 结局过不了关 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 你要去哪里啊 我 我 我回家 回家走错了方向 你跟我走 他跟我住一起 你从哪儿回家啊 现在是工作时间 他又回去工作 你还当他是你的员工啊 没有你这种老板 他会那么伤心的要走吗 我给我一块空白 漢博 跟我回去 一塊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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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凍結成紀念 在心中悄悄化了界線 沒有你的眼 天空是素顏 轉身閉上眼 默默祷告 下一個晴天 說不出的記憶 幸福忘了是誰 清風擠不出也說不回 任性的告別 少一點堅決 故事的情節 來不及全改變 告訴我 要怎麼回到送前 眼淚代替 揮手微笑帶過 就讓天晴 跟隨雨後 也許是否 如果不曾擁有 一個人 一雙手 的自由 愛凍結成紀念 愛凍結成紀念 在心中悄悄化了界線 沒有你的眼 天空是素顏 轉身閉上眼 默默到高下一個晴天 說不出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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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凋謝 就在這一個世界 是否也會有 在心中悄化了界線 在心中悄化了界線 既然會有這種風格 在心中悄化了界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